南魔第三世多劫相佛说 事法折言二十二 相对能量何以足之 专一而取之 甲以等力之对 甲专攻其以之一 甲可胜之 相等料目以一间四其面 可置于商业 本题属兵法论题 相对能量何以足之 就是指在大家力量相等时 怎样才能战败对方 而使自己取胜 这时要专一而进取之 主要是要选择它的弱点 集中自己的优势 专攻其一 才能取胜 就是说在甲和乙 互相力量相等的时候 甲必须攻击乙的某一点 而且是最薄弱或最重要的一点 不能散命攻击 这样甲就可以取胜了 正如有两块相同材质的木料 如果将其中一块削尖 以刺另一块木料的面 就绝对可以将其刺坏 又比如现代战争中的导弹 在敌对双方导弹相等时 我们怎样来消灭对方呢 这时专刺其要害之一 就要选其精锐而伤之 即选取对方的要害之处 将它的指挥系统毁掉 这样那些导弹就失去了一切航向 失去了航向则无目标 自然成了一堆废铁就不能发射了 感谢您的收看 欢迎订阅、按赞、留言及分享我们的频道